杨子,31岁,最近登上了L杂志六月刊的封面,立刻引发了一股轰动,成为了网上热议的焦点。 在这个璀璨夺目的娱乐圈中,封面大片总能够激起无数人的兴趣和热情。 它这次的封面造型仿佛是希腊女神的化身,神秘而高贵。 然而,网友们对此却意见不一。 有人赞不绝口,有人直言我说话直白,我就不谈了。 杨子,这位娱乐界的国民小花,无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 她从家有儿女中的小雪到欢乐送的邱莹莹,再到亲爱的热爱的中的童年。 都以其出色的表演和清新可人的形象俘获了众多观众的心。 不仅作品收视率居高不下,口碑也是一路赞不解口。 堪称娱乐圈的收视女王,杨子这次登上L杂志的封面。 她的形象可谓是精心打造,长长的秀发飘逸柔顺,与精致的妆容相得一张。 再配上一席仿佛希腊女神的纯白长情,她整个人看起来宛如仙境降临凡间。 无庸置疑,这次的造型团队着实花费了不少心血,将杨子打造得如此绝美动人。 然而,这张让人窒息的美丽封面图片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。 一些网友表示,杨子这次的造型真是美得惊人。 简直就像是希腊女神现世,还有人赞叹道,杨子的颜值和气质都越来越出众了。 每一次都能带给我们全新的惊喜。 然而,一些网友对这次的造型提出了质疑。 有人直言,这造型师是不是有点过火了? 把杨子打扮得如此老气横秋,完全不符合她的年龄和气质,还有人更加直接。 我可能说话有点尖锐,但我必须吐槽。 这次的封面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 杨子的颜值完全被毁了我们不可妄下结论以回应网友们的多元评价。 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和喜好各有不同,对于同一事物必然会产生不同看法。 尽管如此,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承认。 杨子这次的封面造型确实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。 尽管总体外观很漂亮,但细节处理有些欠缺。 举例来说,那条白色长裙的剪裁和质地似乎有些廉价, 令人不禁怀疑是否造型师出于节约成本而选用了低档材料。 话虽如此,杨子作为一名演员,一直以来都表现得相当出色。 他不仅能够出色地扮演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, 还能以自己的演技感染观众。 这正是他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而此次登上L杂志封面,尽管在造型上引起了一些争议, 但这也足以证明他在时尚界的地位和影响力。 在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中,时尚造型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。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演技和作品是否能够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, 杨子凭借出色的表演技艺和杰出作品, 深获观众喜爱和认可。 不论是青春校园剧还是都市情感剧, 他皆能够悬熟地演艺角色内心的复杂世界和情感起伏, 这正是他作为演员最引人注目的地方。 我最后想说的是, 尽管这次封面大片的造型引起了一些争议, 但我们无法否认杨子作为一名演员的才华和魅力,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,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地位, 期待他未来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。